每年的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 今年的主题是知识产权与青年 锐意创新 建设未来 年轻人是充满好奇心的 观点都很新穎 他们创新的意念 可以转化为独一无二的产品或服务 只要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品牌 取得商标的法律保护 就可以确保生意 在消费者眼中的独特性 在云云竞争者之中脱荣而出 巩固商与 有利商品化和授权 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实现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 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 工作压力巨大 加上疫情影响 精神经常处于紧张的状态 Neuropex是一间由年轻人创办的公司 透过研发电子医疗装置仪器 TVNS Device 帮助脑神经疾病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 舒缓各种脑神经疾病症状 其中商标注册就是一个法律基础 帮助Neuropex建立品牌形象 打入电子医疗仪器的市场 保护企业的模型资产 Neuropex创办人高伟坚表示 知识产权是医疗保健创新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除了保护新研发技术的科技价值外 更可以联系品牌发展 发挥产品的商业效益 推动知识产权贸易是政府近年的重要政策方针 上年3月公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更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知识产权署会继续协助青年 透过知识产权管理及商品化提升竞争力 把握知识产权贸易所带来的机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